同學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第七課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話是從這個第28行 It is 開始 It is however the big tornadoes that receive the most attention 這邊的話我們又再次看到我們熟悉的一個老實愛考的東西 It is that 我們說這個是一個所謂的叫做分裂句 是一個強調的用法 這個 however 的話其實只是用來承接前面那一段語氣 有沒有其實不太重要 當然你說它不太重要 但是因為其實它附有這個銜接前面那一段的語意 所以在這點上來講的話修辭上來講當然它是絕對有它的功用 不過我們這邊從句型來看的話 這個 it is that 才是我們要看的 那我們說這個句型的話 基本上它是為了要強調 the big tornadoes 就是這些大型的龍捲風 他們怎麼樣 receive the most attention ok 那這邊的話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句話 我隨便找個地方標 因為一整句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講說 the big或者是我們把這個 however 加上去 however the big tornadoes receive the most attention 原來你應該是這樣 ok 但是這樣子的話就是有點太過平鋪持續了 因為前面它是在講龍捲風的行程什麼之類的 然後講到說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大大小小都有 所以它這邊一定要把話風一轉跟你講說大的 會造成很大的災害的才是我們大家會注意的 所以這邊一定要特別特別的強調是 the big tornadoes 所以這邊就用了一個 it is the big tornadoes that receive the most attention 等於是說把這個 the big tornadoes 拉出來特別強調就是這樣 那因為把它從句子裡面特別分割出來 所以我們叫它做分裂句 分割句好像怪怪的號所以我們說分裂句 these bring not only death and destruction but also not only but also 沒問題吧 not only death and destruction but also stories of strange phenomena phenomena 當然我們知道是 phenomenon n-o-n 是 phenomenon 的複數 我們說在這個英文裡面有一些字 因為它原來可能它原來是所謂的拉丁文或者是希臘文來的 所以它的這個字尾還保持著這個原來它那個語言的一個變化 那其實有很多已經入境隨俗了 不過像有一些的話它就是還是堅持原樣 所以呢 phenomenon 那它的複數就會變成 phenomenon 這個同學要注意到 Flox of dead birds dropping out of the sky 或者它後面開始用來講這些 phenomenon 有哪些 第一個 Flox of dead birds dropping 好 這邊呢我們用了 dropping 那事實上 dropping 的話就可以你說 that drop 對不對 ok 等於說它這邊把它變成一個分詞來修飾它 那我們的句子裡面就不會有太多太多的所謂的子句 因為太多太多子句看起來也還蠻累贅的 就好比說句子裡面有太多的介系詞看起來也很討厭一樣 ok 那有太多的子句的話感覺層層疊疊疊的 ok 所以呢就把它變成分詞 所以會變成 dead birds dropping out of the sky chickens still alive but with all their feathers gone 好 那這邊的話是另外一種修飾的方式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是 dropping 對不對 好 是因為把動詞變成分詞 那這邊的話就不是動詞啦 它這邊就直接用什麼 直接呢用形容詞 alive alive 的話也可以形容 chickens 有沒有 那一樣也是在名詞後面來修飾它 ok 好 接下來還有一個 pieces of straw stuck in trees 那 stuck 的話事實上也是 that is 或者是 that gets stuck in trees ok 好 那其實它跟前面的那個 drop 是有點類似 只不過這邊的話你看到 that is stuck 我們就知道說這個 stuck 是 對啦 是過去分詞 好 那剛才那個 dropping 是現在分詞 這個 stuck 是過去分詞 那其實都是分詞做形容詞用 對啦 好 那所以呢 其實我這邊 我覺得它這邊還做了一個 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你看呢它就直接把名詞後面呢可以用來修飾的 這個東西的話大概比較常見的大概都秀出來給你看 第一個就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現在分詞 好 然後呢過去分詞 這樣我們算一類 那另外一種就是什麼 另外一種就是形容詞嘛 好 就是最常見的三種方式囉 好 先來看一個小地方 這個 it's 好 你說 蛤 baby 為什麼是 it 因為 baby 這個字本身它是沒有性別的 ok 當然你說 baby 那個小孩 那個人 本身它當然有性別 但是我們這邊是在講這個字 英文字啦 這個英文單字這個字 當你要去找一個代名詞來代替 baby 這個字的時候 你要用 it 你說 欸 好怪啊 欸 可是 欸 就是這樣子 這個可能是在英文裡面 在少數的字裡面呢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 baby 就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字 請你記得要用 it ok 這邊就是指 the babies 這樣子 ok 所以呢 請注意喔 它是中性喔 baby 是中性 聽起來很有趣喔 ok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這個標起來的部分 a baby was whipped from its mother's arms and found 好 所以這邊呢 這個 whipped 跟 found 它都是共用這個 was 有沒有 所以它都是被動喔 不要因為這個 found 離得太遠了 就忘記說它是被動 它被 從它的這個母親的這個 懷抱裡面 背風這樣子好像被拉走了一樣 被噓一下子把它吹走 然後接下來又被發現了 in a nearby tree 而且它是在什麼樣的狀態呢 是 alive 這樣子 ok 是被發現的時候是 欸 還活著的那個狀態 好 那不知道同學還記不記得我們前面講到 find 的這個字 它的一個句型 還記得嗎 我們說發現的加是什麼樣子的 是 find 加上什麼 受詞 然後呢 加上受詞 補語嘛 對不對 所以呢 被動的時候其實也是一樣 被動的時候只是你的這個主詞啊 就是呢 原來的受詞跑到前面去的嘛 對不對 因為被動嘛 受詞呢 往前拉變主詞 然後呢 be found 好 然後呢 補語啊 當然這邊的話會變成是主詞補語 但是事實上就是原來的什麼 原來的受詞補語嘛 好 ok 好 所以那個補語的部分還是要 什麼意思咧 就是說如果你這句話的話呢 如果你課本上面這句話的話 你要把它改成主動的話 你會說 people 或者是 they found the baby still alive 有沒有 好 ok 好 那變成呢 the baby was found still 或者是課本裡面只有 alive 對不對 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改寫的方式 那同學可以 反正我們就是錄影嘛 你可以仔細的慢慢把它看清楚 它是怎麼樣改變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往下 What makes tornadoes so dangerous is not just their great power 好 這邊的話呢 這句話我想從去很熟悉 這個 what 開始一直到 dangerous 這個我們說是一個名詞詞句 對啊 就是使得龍捲風這麼危險的東西 比如說可能是它的風俗啦 比如說可能是它的 它這個 它這個 比如說可能是它一種捉摸不定的一種路徑啊 或者是說可能它裡面夾帶了大量的這種物質啊 ok 好 那這邊這個 what 是名詞詞句的開頭 代表那個東西 那這個我們這個說我們這是一個 用 what 開頭的整個的名詞詞句 動詞在哪裡咧 is 沒問題吧 讓龍捲風這麼危險的 is not just but also 沒有問題吧 就是 not only but also 好 果然我們剛剛講到說是 unpredictable nature nature 這邊要注意到它並不是指自然 它這邊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所謂的本性性質啊 天性 好 ok although scientists now know a great deal a great deal 當然也可以說 a lot 但是 a lot 的話太口語了啦 ok 好 所以我們就換一個說法 那 a great deal 也可以因為呢 一樣是不可數啊 一樣呢 就是指 a lot 那你這邊你可以說 你說我可不可以講 a great number no 因為 number 的話就是可數的 ok 那你說 a large amount 這個也不好 因為這個東西通常 你用 amount 的話通常都有具體的東西 ok 那 great deal 的話呢 跟 a lot 意思呢 就沒有什麼太大不一樣 ok 我是 very much they still cannot determine exactly when and where one will form 好 那我們拉回到前面看到 同學看到這邊的話 這個名詞子句是在前面 對不對 好 那這邊 這個名詞子句是在後面 當作什麼 當作 determine 的授詞啦 他們不能決定 不能決定什麼呢 when and where one will form ok 好 所以這邊當作 determine 的授詞啦 這個名詞子句 ok 比較特別的是他講的兩個 兩個連結詞 一個是 when 一個是 where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one 這個 one 的話應該可以猜得出來指的是什麼吧 欸 對啦 通常我們 one 的話指的是一個單數 而且是沒有限定的名詞 那你要 one 的話一定是前面有提過 這邊的話就是指 對啦 沒錯 就是一個 one 就是 a tornado a tornado ok 好 接下來 好 接下來 in addition the path of a tornado can also be impossible to predict It is unlikely to move 好 這個 it 的話呢 當然指的又是 a tornado 好 這樣子 OK 好 這個 tornado It is unlikely 不可能的 unlikely 好 那相對的 我們說可能的就是什麼 就是 likely 你也可以說什麼東西 有可能怎麼樣 或是某人有可能怎麼樣 好 比如說呢 你可以說 It is likely to rain this afternoon OK 你也可以說 They are likely to vote against it OK 用事物 用人都可以 OK 好 跟 possible 不太一樣的地方呢 是 possible 的話呢 你只能夠用來指一件事情 做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某一個事件 然後 OK 某個狀態 某個事件 而 likely 的話呢 你可以用來單指某一個物件 或者是某一個人 這樣子 OK 好 來 我們看到 and will often turn quickly 嗯 他跟你講說 不可能啊 是直線行進的 那呢 will often turn quickly 有時候呢 還會忽然轉向 OK 好 其實有時候你想一想嘛 這個 就算是人啊 就算你自己在走路的時候 你都覺得你好像走的蠻直的 其實 well not really 除非說真的有人幫你畫一條線在那邊 好 OK 否則的話呢 我們一般人在走路 你自己為你走直 其實並沒有 OK A tornado might blow down a line of houses then suddenly lift up and leave one home and hurt 好 leave 這個用法 我們在前面講過 還記得嗎 回憶一下 好 我們說這個 leave 的話呢 是使什麼東西呢 處於什麼狀態 還記得嗎 是 leave 加上受辭 然後呢 加上受辭的補語 好 OK 所以這邊的話 受辭就是什麼 就是one home 然後呢 受辭的補語就是 對啦 unhurt 使這個房子 讓這個房子呢 沒有受到絲毫的傷害 讓它處於這樣的狀態當中 OK 那這邊的話 大家是正面的 好 不過這邊可以提醒一下同學 就是說 leave 這個字 用在這個意思 常常都是負面的 欸 對啦 正面的有 但是呢 比例起來比較少一點 OK to better understand 我想這沒有問題吧 提醒一下同學就是呢 表示目的嘛 為了能夠怎樣怎樣 OK 那我們用 to understand 好 來 接下來 special heavy duty vehicles and weather monitoring equipment 好 我會用這個機會再來回憶一下 weather monitoring 為什麼是 monitoring呢 因為這邊我們要講的是 equipment that monitors the weather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equipment 跟這個 monitor 之間的關係是主動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現在是要用來形容 equipment 你不是要用來形容 weather 那既然呢 他跟他 這個跟這個 他跟他 兩個之間呢 是主動的關係啊 所以呢 就請你要用 ing 這樣子 OK weather monitoring equipment that allow them to make close-up observations close up 這邊是當作形容詞 那 close-up 這個字其實也可以當作 名詞就是我們常常講的叫作特寫 OK 照得很近 特寫這樣子 OK 好 比如說你說有的人呢 他們不喜歡 make close-ups 因為呢 他們覺得他們的皮膚啊 不堪這樣檢驗啊 其實我是覺得 欸 人生苦短 不用呢 這麼神經啊 呃 不是啦 不用呢 這麼的有求完美啊 OK 好 接下來他說 radar equipment is put on trucks and driven 好 這邊的話其實我們前面有看過類似的 這邊的話就是被動 那被動的話呢 等於你這邊有這個逼動詞 好 然後過去分詞兩個 他們這個 put 跟這個 driven 共用一個 is 那這邊其實要特別帶提警同學是 equipment 這個字 equipment 這個字沒有加 s 它指的是整體的 所以請你不要加 s 了 它就是單數 好 他說呢 這些呢 put on trucks and the driven deer or tornado where it records wind speeds and other weather data 好 where 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三的強調說 where 表示的是在哪裡 好 那這邊的話當然 where 就是表示 near a 或者是前面講過我們可以用 the tornado 好 就是說在那附近 it 好 欸 這個呢 英文裡面常常這種東西用 我們有時候要當一下偵探 這個 it 指的是什麼 對啦 這個 it 指的就是 radar equipment 好 這個就是 radar equipment records wind speeds and other weather data scientists often have to drive the radar hundreds of miles to chase down a tornado a job that can be quite dangerous 迫著後面這個 a job a job的話呢 指的將來就是前面這個 scientists 他們所做的工作 OK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 接下來 in addition 點點點點點 好啦 我們直接跳到這邊 radio and television warnings as well as as well as 就是還有 也是 sirens sirens sirens沒有問題吧 好 我們常常講說你講到 sirens 這個字的話就會想到什麼故事啊 你記得嗎 有印象嗎 OK sirens的話我們就會想到這個古希臘 好 那個所謂的河馬的史詩 那個奧德賽裡面呢 講到那個海上很會唱歌的那個女妖啊 OK 好 他們的歌聲會迷惑人 不過當然以現代的用語來講的話 你不能講說一個很會唱歌的女生說他是一個 siren 因為呢 這個有負面的意思嘛 所以 siren 你們最常用的是在講什麼 是在講那種警報啊 那種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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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報就是很大的 那種東西那個叫做 siren 這樣子 OK 好 好像也不是這麼好的 OK 好 請千萬不要講一個很會唱歌的女生叫做 siren 你可以跟他 你可以說是一個 angel 好 你可以用 nightingale for example OK 夜音啦 or sing like an angel 什麼之類 但是請你不要用 siren OK 好 他說呢 這個 warnings 然後還有 sirens help to alert people to 好 這邊請同學注意一下這個單字的用法 alert to 這個to 請你注意到 它是介系詞 好 這個to alert 誰誰誰 to 這個to 請你注意到喔 好 它是介系詞 所以呢 後面你是要加名詞 好 或者是呢 如果一定要用動詞的時候 就請你要把它變成對答動名詞 好 OK 好 所以 alert people to 你看後面是名詞有沒有 potential danger 名詞囉 OK Public awareness 這個用法同學可以學起來 因為呢 這個是我們現在常常講到的就是說呢 公眾的意識 公眾對這件事情的一個覺知啊 他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我們常常講說是非常的重要 OK Public awareness 你要知道 OK 譬如說其實坦白來講的話 你說我們每年都有颱風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對於颱風 它的一個危險性真的是有概念呢 其實這個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OK 否則的話就不會有人跑去 那種颱風天才跑去什麼 海邊啊 或者是山上 因為它太過於輕忽了這樣 OK 就是它的awareness 不太夠 OK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when tornadoes do occur 好 這個do的話呢 我們說是用來強調 真的發生 但是坦白講 這個do這個字呢 這種用法其實是屬於已經是有點老式的用法 並不是那麼常能看到 除非說你特別特別特別要強調 OK 好 來接下來最後 好 他呢 很簡單的跟你講一下說 怎麼樣來保護自己 OK 因為他最後跟你講說 a tornado can arrive so unexpectedly that 好 這個so that 其實是老生常談的東西 但是再提醒一下同學 如此的怎麼樣 以至於怎麼樣 so unexpectedly that 那這邊的話為什麼還要特別講 因為他跟擺在一起的so that 不太一樣 so that 是如此的怎麼樣 以至於怎麼樣 the soup is so hot that i can't eat it now ok 這個是so that OK 這個是so that 好 那如果你是so that 放在一起的時候呢 比如說你說 i have to work harder so that i can pass the exam ok 好 這邊的話是表示目的 so that 放在一起 那個是表示目的 不太一樣喔 ok 好 他說呢 so unexpectedly that a matter of seconds a matter of 在這邊的做法 在這邊的用法指的是 就是指說 僅僅 好 a matter of 就這樣 就這麼一些些 好 僅僅 這樣 OK 好 那 a matter of seconds 就是指說 僅僅 幾秒 好 OK 但是我們當然知道說 a matter of 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比如說你說 oh it's a matter of time 就是說 um 就是 it's a matter of time 就是說呢 這個遲早的事情啊 好 OK 就是呢 時間 就是看時間而已 我們說 it's a matter of time 這樣子 OK 或者是你說 uh it's a matter of money it's a matter of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就是要看你呢 有多少錢 好 但是這邊的話呢 是 a matter of 的話是指 only 這樣子 OK only seconds 或是 only a few seconds OK 好 好 這個情況就要注意一下 好 那到這邊的話 我想應該 大概就是這一課啊 第二部分的課文的一個講解 那當然我是講 我每次都會跟同學再三強調 就是說我會說我覺得重要的部分 那如果你還是 其他的部分你還是有不明白的話呢 當然還是歡迎你過來問 這樣子 OK 因為呢 怎麼講 因為一段課文講太久 其實也是很無聊的啦 然後我們重點講清楚就可以啦 好 那這一段的講解就到這裡囉 那祝你週末愉快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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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